各位大家好 我是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鄭永迅 今天有話要和大家談談延長婦女產假 這是很多在職的婦女、在職的準媽媽非常關心的議題 因為這個立法會的會期到下個月就結束了 延長產假到14週這個修例的法案 究竟可否通過呢? 有何時可以落實呢? 我自己還記得今年年初因為攬炒派他們拉布 立法會來會一直都選不到政府主席 陷入了一個停擺的狀態 政府當時就破例動議將延長產假這個草案 繞過來會轉交到人力事務委員會審議 但攬炒派繼續有理無理繼續拉布製造樓會 上個星期攬炒派為了不想辯論譴責毛孟靜 他們歧視孕婦的動議就不斷地點人數拉布製造樓會 對於這樣來說我們是強烈譴責的 為了所有的在職婦女、在職準媽媽的福祉 攬炒派你們一定要收手了 不要再妄顧民生了 我們今個月初也都約見了勞副局局長 提出了兩個具體建議 一是一定要加快落實 政府之前就說過的 無論條例什麼時候通過 他們又說需要18個月才可以落實得到 因為他們說 因為涉及僱主要向政府申請 發環新增這四個星期的產假開支 所以他們要建立一個全新的系統 涉及很多人手、新系統等等 但真的聽到都生氣了 18個月 對於很多在職媽媽或準媽媽來說 真的實在太久了 無論是在職媽媽怎樣都好 都不想再等了 所以我們要求政府 將這個程序行政盡量縮短 所以一旦條例通過了 必須要今年內要求他們 實施延長產假去到14週 第二個建議 就是要增加政府承擔延長產假的 薪酬津貼上限 我們按原計劃 政府會承擔額外四個星期的產假工資 以每名僱員三萬六千八百二十二元為上限 相等於一個月薪五萬元的僱員八成薪酬 我們期望政府再將這個津貼上限再提高一些 公平一點 令到一些基層以外的產庫 亦都可以獲得一個合理的津貼水平 最近有一個好消息 不過就是政府終於接納了我們的建議 亦都承諾了將18個月的籌備時間壓縮 可以提早一年 他們就說他們答應在年底 就可以實施這個產假安排 亦都會將這個薪酬的補貼上限 由每名僱員三萬六千八百二十二元 提高到八萬元 所以說全香港接下來 九成九的女性的婦女 都可以獲得這個薪酬補貼 我們自己是支持政府 增加產假工資的津貼上限 但最重要的是條例 可以在今個會期結束之前 一定要通過 這個條例將會在六月二十四日 六月二十四日 今個星期三就會恢復異毒 我在這裡衝心奉勸攬炒派 不要再為了你們自己的政治目的 不斷去拉布 最後就苦了我們天下間所有香港的媽媽 我們來看見 好了 我們來看見